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郭小冬和王子文 当两位粉丝谈及吴气龙却满凭当年霹雳虎的记忆 郭小冬更是不禁模仿起来 里边郭小冬圆了跟偶像吴气龙同框的梦 这边王子文就没那么顺利了 虽跟吴气龙一样对情侣 但是怎么看啊 怎么觉得两人的打开方式不对啊 其他情侣都是和和睦睦 但到吴气龙和王子文这儿 情侣却成了冤家 几句话不到啊 就互怼上了 这可是两位的首次合作 就火花似箭了 对 说我性别 说我身高 天天都在说 她是你们在的时候 她特别的文静 你们不在的时候 她是另外一个人 你差不多 自拍 你看你看 就你们在她都是这样 你可以还是在 你们走了 我多惨 就一直在说我 欺负我 唯一的一个小女生 就这样欺负我 等等 等等 你说唯一 我们还有很多女生的 你说小 你要说个子 我们就认了 对吧 你的歌友会 都没有邀请过我们 为什么要邀请你去 你 你 你去了 观众也看不到你啊 就那高度 没有 你说她这个身高 有什么资格说我 大家说着良心话 对不对 别看两人频频互怼 但是通过一个多月的 合作下来 该有的默契 还是会有的 就比如 没有亲密戏 有全娱乐 跟个男孩子亲热 有什么好的 北京报道 这世界很苦